美國聯邦政府歷史上最長的部分關閉在星期日進入第23日 由於大部分國會議員已經在上個星期五離開首都華盛頓 最少會在星期一才回來 所以政府局部停擺問題是要等到至少再延長到星期一 特朗普總統星期六在推特上發文說 他在白宮等著國會民主黨領袖舒默和佩洛西打電話來 就美國的邊境安全問題進行談判 特朗普還在前一天的推文當中說 美國的南部邊界正在出現一場大規模的人道危機 他呼籲民主黨議員放棄休假繼續談判 由於特朗普總統和國會在修建隔離場問題上的爭執 美國聯邦政府部分部門因為聯邦預算授權到期 而從去年的12月22日起關閉 大約80萬名聯邦僱員在政府關閉期間領不到工資 特朗普總統在星期四曾到訪過 德克薩斯州邊界城鎮馬克艾倫斯說 他可能會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 從而在不需要經國會批准之下動用資金收建隔離場 不過一旦這種情況發生的話 民主黨國會議員很可能立即提出法律訴訟 指出邊境並沒有緊急狀況 總統超越了美國憲法賦予的權力